無奈的人 人間 人生 苦不堪啊 同理心 我們人人一定要有 也跟大家提起了 土耳其 西利亞的孩童 也聽到了 老師呢 也跟這一群學生說 這樣的大災難 孩子哭了 哭了 哭得很悲氣 慌生地哭 問他為什麼 他說 想到他們受到這樣的災難 無家可歸 就如自己的兄弟一樣 這就是同理心 這就是愛心 他們的愛心 永遠都是明亮的 那樣開朗 那樣的明亮 所以看到這一群孩子 也是人生 有愛的亮度 有愛就有亮度 很期待 因為慈激人的足跡 步步生年 走得到的地方 就可以呢 帶出了愛的亮光 很期待 我們可以做的